小朋友圍在桌子旁邊 在社區媽媽帶領下 大家這節課要一起來體驗包粽子 要領下 要領下麵 折好粽葉放入糯米 再加入餡料就完成一顆小粽子 雖然外型不是很討喜 卻讓小朋友覺得既新鮮又有趣 有沒有包粽子 有 阿姐好不好玩 好玩 不會呢 不會 好玩 為什麼要包粽子 因為端午節 哇 好厲害 你是要端午節 媽媽告訴我 她老師也有教對不對 這星期六就是端午節 因此台中市立大理托兒所 包括大興和圖城在內八間托兒所 特別舉辦慶祝活動 請到愛心媽媽教小朋友包粽子 藉此傳承傳統手藝 就是讓小朋友有機會參與 這個端午節綁肉粽的習俗 然後讓他們有參與感 然後知道說 爸爸長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除了親手包粽子 托兒所還安排趣味競賽 以及彩繪龍舟 讓小朋友了解端午節的原油和典故 我們在大理 市立大理托兒所 有八個所都同時來進行 這個端午節包粽子的活動 那當然除了包粽子 他們也設計了比如說華龍舟啦 粒蛋啦 還有做香包等等的活動來搭配 熱鬧有趣的慶祝活動 讓這群小朋友玩得好開心 而這些由社區媽媽和小朋友 合力完成的粽子 也將變成大家的下午點心 一起提前度過不一樣的端午節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接著來從風臺周測不到